瓦坎达这种全欧战 其实我感觉冲突一次是比一次升级的 而且有很多角色出场的时候 让人非常的激动 比如说一上来的美队的出场 是很让人激动的 然后最后雷神拿着风暴战斧下来 就更让人激动了 我感觉整个两段时间 我都是在热血沸腾中度过的 我留下最深印象的 除了这些打斗以外 我觉得还是对于灭霸本身 他的一些故事的延展 因为灭霸这个人物 我觉得这电影好在说 前面所有的人你都已经认识他了 灭霸他只是露了一脸转了个身 所以你其实对他没有任何印象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但是他也借助这一步 其实在里边无论是灭霸 他其实上来就拿手套了 就有手套了 但是给你交代了 说这手套是怎么来的 是谁做的 告诉了你这几颗宝石 都是从哪来的 都在哪 包括他其实应该是去新兴的时候 他已经把新兴血涂了 这个没有去演 但是他其实已经 把这件事情也都交代了 包括卡莫拉和这个灭霸 然后还有星云 他们之间的故事又是什么样子的 他的星球原来是什么样子的 他背后的故事又是什么 其实你要说没有那新戏吧 我觉得这里边最多那新戏的 可能真的是灭霸 灭霸的那新戏是最多的 让大家其实对于这个人物 你能看到他 其实他是个绝对的反派 但是你也会看到 他这个反派背后 他有自己的原因 有他自己的想法 人家是怎么说干这个事 还是有自己的理由了 对吧 而且他这个理由 说说还挺深刻 而且还挺有现实意义 资源是有限的 但是人口是会膨胀的 是吧 这还真是可能是一个问题吧 因为他说这个理由的时候 你又进入他的逻辑里边 是吧 所以你关键的 他还掉眼泪了 这块可能让他这个反派这个角色人物更丰富了 因为我是看过那个银河护卫队动画片 那个里边灭霸也出现了 那就是个混蛋 就是见谁打谁 见谁揍谁 你谁也打不够我 但是他对他的这个养女呢 那个里边没有讲任何跟这个有关系的东西 就是完全是冷酷无情的一个人 但是这里 就是个混蛋 但是这里边你就能看到他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就干事有自己的理由 而且有真爱 他也是有爱的人 掉眼泪了 掉眼泪了 德国这和电影稍微改了一些设定 至少他没有提到死亡女士的这条线 他是说他杀一半生命是为了平衡 他也提到 他原来生活的泰坦性的毁灭 就是由于大家没听他的 他没让他杀人 对吧 就是这样 可能还是有反准 可能他还不是最坏那个人 是吧 最坏人还是他背后的 你其实这个片 但是因为之前官方不是说这个是独立成章吗 这个是单独一集吗 所以这集开头结尾 其实有发现开头是灭霸 结尾最后一个镜头也落在灭霸 这好像据说是超级英雄系列 唯一一部落在反派身上为最后结局 而且反派胜利的这么一个点 一般超英不会这么干 超级英雄电影不会这么干 所以其实你可以去理解 这个复仇友联盟是一部灭霸的独立电影 是一个灭霸的收集宝石 然后完成自己伟大使命 然后为此让自己升华 抛弃了人间低级的这些情趣 这集最后的时候 是吧 咱们很多地球人 包括咱们的超级英雄 是吧 超级英雄们身体 湮灭 所以看到这的时候 我一点不觉得伤心 因为我已经看过湮灭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并没有 就是所谓的死去 他们只是以另外一种形态 还继续存活在我们周围 是吧 比如就像我们周围的这些灰尘里边 这些 它就还在我们周围 它没有离我们远去 而且它活在我们心里 而且这个灭霸确实 它这个目的性跟漫画里面不太一样 漫画里其实就是为了抢妞 就是为了博得死亡的好感去杀人 但是如果是电影 你还这么拍的话 这人就低俗了 对吧 你为了炮妞干这种事 就很低俗想的 然后他为了让自己可能利益 他想可能走得深一点 所以他是为了资源 其实他的理念 有点秉承在美国队长三内战之后 其实美国队长三内战 其实就会提到 是不是超级英雄归国家 国家管这个事 其实像托尼萨克 他们所同意归国家管 他的看法是说 为了更多数人的利益 然后牺牲小部分人的利益 是OK的 对吧 但美国队长认为 这个是不行的 美国队长就一直强调 我不能用生命换生命 其实这个是美国 因为美国不得说 我们绝不跟恐怖分子谈判 就是我绝不能去破这个例 包括他没有说法 就是狗咬人行 人也咬狗 你不就变成狗吗 实际上我觉得整个片子 都在传达的是 灭霸式一个非常讲效率的人 就绝对效率化 然后摒弃人类所有的 该有的这种情感也好 这种侧隐之心也好 这种人类的这种非逻辑 就是非逻辑性的感性思维 基本在他身体里 要全部摒弃掉 然后完全是为了 整个宇宙的未来 更好的一个发展 来进行他的效率化的 而且你看 其实他有能力 一个一个星球灭 他为什么招手套 就为了效率 这是效率化的极致 虽然说灭霸是一个反派 但是他这个反派特别纯粹 他不是那种带有私心的 我看不上这个人 我就给他弄死了 因为手套在消灭别人的时候 是随机的 他之前也说 他在图别人星球的时候 是随机杀 不是说我有针对性的 就杀一个阶层 或者杀某一部分人 这样就显得他这个人 很纯粹 我觉得就是 而且同时他又很认真 我觉得他跟脱米委素老师 可能唯一差 他比脱米老师的能力要强 而且他不是说 已经有先例了吗 他说就是在他们那星球上 他说他已经提过案了 对吧 他说我们就是先弄死一波人 然后另外一部分人 可以通过资源继续 很好活着 孩子一出生 什么资源都有 但是最后人没听他了 所以变成那个德行 问题就在于 他整个过程中 没有弄死自己 对吧 他从来没把自己 算在这50%的比例之内 对吧 他就是要不然 就你占领星球的时候 大家又开始抓究 我也来参与这个抓究 对吧 他第一他没有这样 第二就是他到后来 我觉得过分追求于自己是神 就是我觉得 他虽然说 感觉有一个特别宏观的 特别伟大的一个理想 但是他对于这个理想的追求 是具有某种 还是具有某种低级性的 就是我要追求我是神 而且我要追求我不死 就是他跟美队 在那个 美国队那个 复联2里边 就是说我最后保护不了人 我要跟他们一起死 就是我先把我自己豁出去 他没有这个精神 就是区别了 而且就是整个片子里 因为我看的时候 会有好多人提出来 就是说 当然了 就是现在不有 什么战斗力排行 最底下一层 就是一坨屎的星爵 就是一会我会特别说到 一坨屎的星爵 其实很重要在这个里边 然后包括其实像 他们一开始就有办法 毁掉阿格莫多之眼 就可以毁掉时间宝石 然后由于奇异博士的承诺 就是我不能毁掉它 然后再有就是后来毁掉 要毁幻世的宝石 就也磨磨叽叽 磨磨叽叽的就不毁 其实要早毁不也就没事了吗 就是后来 我不是给你们发那图吗 就是可以保证那宝石不死 就是宝石贴在手套上 就是连脑袋带那宝石一块贴手套上 那面吧也不会同意 就是你会发现 他们都是由于感情 包括就是这个星爵 有一次让星爵去杀卡莫拉 就是星爵也磨磨叽叽磨叽 最后虽然开枪了 但是如果你早下手干这些事 你都可以解决问题 你其实就会发现 就是整个他的这些英雄线 全都是非效率化的 他参加了特别多的感情因素 因为经常会有人说 他们就豁出一个机器人 就能怎样 豁出一个机器人灭霸 就不可能让手套凑齐 对吧 或者你上来就把 这个卡莫拉知道自己 这个灵魂宝石 他能知道 就上来咱就死 不就完事了吗 或者上来咱就把 阿哥摩托之眼毁了 不就完事了吗 其实就会出现这样 如果你是抱有这种想法 你就是效率化的人 你就会变成灭霸 其实这就是他的区别 所以整个这 就是英雄这条线 全部在一个磨叽的 磨叽的状态下 他是为了体现 就是这两种 对于这个怎么讲 就是对于这个 是否效率化 还是说去有感情 去有感情的 这个纯人类的这个 测瘾之心 这个去做这个对比 我觉得除了 刚才说效率以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 目的问题 就是他们其实是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但是大家不知道说 到底这个杀死这个人 是目标 还是说是我要阻止 灭霸这件事情 是目标 搞不清楚 灭霸就非常清楚 我目标就是拿宝石 我目标就是把你们 不是把你们打败 是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是拿宝石 所以有一些不必要的战争 我不跟你打 你就像那个星爵跟灭霸 其实都已经 直接面对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把卡摩拉 直接抓走了 因为他要干嘛 他其实要拿到灵魂宝石 他的目的非常明确 所以他不需要跟星爵去打 而且当然他其实打星爵 可能那个时候 也是比较简单了 随便一护一手套 灭霸也就 不是那个星爵也就完蛋了 我觉得就不杀 那些人的核心原因 就是说 当你看到地下 有一堆蚂蚁的时候 你踩死两只 剩下的都跑了 你也不会挨个去踩 你得赶紧上班 你明白灭霸的心态吗 他已经有了好几颗宝石了 看到你就如同蝼蚁 而且他相信 这些人不可能阻挠我 而且我们可能看到那时候 还会觉得 他犯错误了 这些人一定会阻挠他 结果人就是没阻挠 就是没阻挠成我 看人留星爵留夺 对 没有星爵 他手套可能被枪走了 其实包括 刚才我说的 这个片子里边 没有太强的去塑造 这些人内心病 不是只没有内心戏 因为他的很多内心戏 是在之前铺设完的 因为很多人对星爵 就是特别不理解 就是为什么会犯 这么低级的错误 对吧 当他知道卡姆拉死了之后 明明他们可以抢下手套 他大嘴巴 扇这个灭霸 然后不要先打到了 汤狼女的手 就让他们这个计划失败 其实真的你去把 银河护卫队一 和银河护卫队二 给重看一遍 因为正好我前两天 重看了这两个片子 因为我记得之前 我说我不是特喜欢 银河护卫队二 因为爸爸的问题 我重看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他爸爸是个混蛋 然后他爸爸是个恶魔 演了你的内心戏 然后他的女朋友跟他说 真的我觉得特别感人 就星爵说的 我特别的希望 我小时候看到别人 跟爸爸一块玩玩球 我也特别向往 我特别羡慕 然后卡姆拉就说 现在来的这个人 可能就是你爸爸 他说但是星爵 就是我不确定 他万一是坏人 然后卡姆拉 如果他是坏人 你就干掉他 你不管他是不是 你爸爸是坏人 你就干掉他 就是太浪漫了 哪个你的女朋友 能说这种话 都来你忍忍吧 这是你爸爸 他真正懂星爵 所以你会明白 星爵从小妈就死了 从小妈被死了 被他们带到外星 然后干爹 一直说要吃了他 然后终于找到自己亲爹了 亲爹是个混蛋 真是个球 是个纯魂球 然后他的女朋友 帮助他把他的爹干死 然后他的干爹 他的干爹也死了 就是永渡也死了 就是发现谁对他好 他就会死掉 这个是最让他恐惧的地方 包括就是他最后 只剩下卡姆拉的时候 卡姆拉也死掉了 其实这个是其他那些英雄 在复联3里边 没有遇到的戏 因为其实你可以同样去 所以他会崩溃 他当时精神确实崩溃了 所以你可以同样去 类比内战的时候 就美国队长3内战的时候 钢铁侠最后 完全没道理打美队 对吧 他看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被东兵给杀了 他已经知道东兵是洗脑了 他知道东兵被洗脑 他去找九头蛇报仇 但是他在当时也崩了 因为只是在复联3里边 托尼萨克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灭霸 当时可能掐死了 下了小辣椒 可能托尼萨克也崩了 所以就是星爵只是 由于故事剧情的发展 他真正爱的那个人 在这里边死掉 所以崩坏了 所以他崩坏了 所以还是挺能理解的 也不能说人是石坨屎 但是确实他有一点会让我 觉得有一点点没以前那么喜欢 是他有点太嘚瑟了 这个嘚瑟的心态 我觉得可能是根据他 因为他自己有半神的血统了 他知道之后他还显霉 我有半神的血统什么的 他可能有点小骄傲了 然后他还跟雷神学 你别人故意把声音压这么低 对 其实那个代表 就是真的是代表 他会有开始他内心的骄傲了 他以前可能不会这样 对 因为他在开始的时候 他其实是对雷神越嫉妒 因为雷神还跟卡莫拉摸来着 然后他越嫉妒 其实就表示他对卡莫拉越上心 对 所以他最后崩坏也是表达 对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星爵在里边是确实有些变化 跟他以前觉得自己只是一个 减破烂的 和突然发现自己有半身血统之后 他的心态这种小骄傲 我觉得在里边已经出现了 而且他在刚开始 我觉得这个导演设计比较巧妙 因为雷神是什么 然后他还是一半神一半人 所以让这两个人产生一些戏剧冲突 其实也是很有效果 其实这里边 反正也挺神奇的是 你看我比较喜欢星爵了 然后在这里边成了一坨屎 然后还有我比较喜欢浩克 在这里边也是一个废柴 就是这个也挺到 浩克就死活没出来 在一出场的时候 不是跟这个灭霸打了一场吗 被灭霸给刺了 然后不是最后被传回地球吗 然后有几种猜测 有一种猜测是说浩克怂了 就是浩克不敢出来打灭吧 因为他在班纳身体里 他得出来 他得现身 但是他不敢现身 每回要现身 他就说no 他不出来 就是浩克也怂了 这个是一种可能 但是我觉得不该是这样 浩克不能怂 因为浩克没有怂的脑子 但是浩克还之前在雷神三里边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我这辈子不回地球了 就是我特别不想回那块 那块人不欢迎我 那地球人不喜欢浩克 这块的人喜欢 所以浩克在这 我觉得跟这句话可能有很大关系 我觉得是赛S说这个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就是他浩克实际内心 虽然他很强很愤怒 但是他内心有他的 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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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他的 不是骄傲 有他的骄傲 他浩克内心也住着一个小公主 你们地球人不喜欢我 对吧 我在什么高天尊宗师这块 大家都他们举着我的头像 我为什么要来这保护你们地球人 你班纳想保护地球人 你去保护我 浩克不保护 就是他有他的那个小骄傲 所以我估计到四 他还是得现身的 我觉得另一个层面 是作为剧作的层面 就是浩克一直被塑造成 一个就越愤怒越强大 越愤怒越强大 这回有雷神撑场了 浩克再出来撑场 如果你还干不死灭霸 就有点 对吧 就是大家就有点不知道 该期待什么了 至少我们现在看完了之后 浩克还一直没有真正愤怒起来 我们还可以猜测 浩克是不是能够真愤怒起来 因为他在天上跟灭霸打 感觉就是打两下 就是躺那了 没有治死 就被传走了 因为浩克经常是跟人打着打着 然后踩踩踩再起来 因为他会积攒他的愤怒 就越来越强 他很难是一上来就干赢人 是越打越厉害那种 就有点卡卡罗特的精神 但是所以浩克也还值得期待 但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 班纳并没有因为 失去了浩克的现身 而放弃战斗 这个是我觉得还挺感动的 而且他用 因为雷神三里就说 说班纳有七个博士学位 浩克没有 为什么你们从来不指望 班纳救你们 都指望一个浩克救你们 对吧 但是这回人真的 因为就我看了 其实我觉得网上所谓的排名 有一点搞笑了 因为浩克实际上是真正 打死一个boss的人 对吧 黑奥武将 虽然这位只现身四个人 这几个货里边 大高个儿 大高个儿应该叫黑矮星吧 我记得 这个大高个儿是浩克 是班纳打死的 对吧 这个是班纳通过他的智慧 然后给他打到天顶上 在瓦坎达给磨死的 这个应该还是很厉害的 所以你看出了 让人觉得更喜欢班纳 就在于他没有超能力 他依然也可以打败敌人 靠的是他的勇气跟智慧 靠脑子是吧 对 其实这四个人 就这次出现的四个小弟 好像其实还是挺厉害的 但是在电影里好像感觉是被削弱了 尤其是我听说第一个人 他是拿长戟的那个 那个人好像就是他跟长戟 主要长戟不死 他就死不了 对 这个人挺厉害的人 这个人是挺厉害 这个人最后是被谁 患世给捅死了 死没死不知道 人想不说没死就没死 因为在漫画里边也经常被囊死 然后他会在那把刀身上重新复活 会是这样 但是缺弱还好吧 我觉得也不算缺弱的太厉 因为那个大高个 确实在漫画里也没怎么打赢过 就是看着虎 看着虎一点 他们这几个人 我觉得好像之前连星学的对手都不是 就是看那个银河护卫队的那个动画片的时候 这几个人只要出来之后 银河护卫队真的是玩着他们团团转 基本上也打不赢他们 别说跟那个复仇者联盟 这全体一起上的时候能打过架 所以这个这个他们实力可能本身也不是很强 好像我没看他们报名 他们应该是那个 就是不是咱们中国传统那种打架的方式 上来之后先抱自己 四抱家门 然后再出手 都是这个关羽的战法 是吧 你报名了 我先过去看你 对 不是包括他把那个就是剪掉了一个人 剪掉了一个人 把那个人的那个能力 加到了这个这个什么乌母猴身上 就是可以什么卡卡控制 你确定不是伏地魔吗 有人看就是说那个就灵魂宝石的那个 那个引导者是伏地魔 那个不更像没有比 那个那不是红骷髅 那是红骷髅 对 因为我当时看见那个就是引导者 我当时经了 我说红骷髅为什么会跑到这来 他不是说他被那个 传送走了 对 他不是说 而且他说他之前有过一颗宝石 就是那个宇宙魔方 然后他被传送到这块 就变成了给人引导 然后这个对 那个是红骷髅 就是现在那个九头蛇势力已经发展到 就是地球以外了 本身就在以外 不是九头蛇本身就在地球以外有势力 而且他那个确实挺惨的 他说他们给我的诅咒 就是我只能带着人 然后找那个宝石 但是我永远拿不到 就是我特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永远拿不到 我只能看别人拿 其实多惨 但是也没什么人拿着 头一回他也是头一回见人拿到 对 然后 然后这回我还会其实觉得 黑寡服是在这里边 比较让我觉得 不能说感动 就是比较让我喜欢的吧 这个时影 是因为染发了吗 关键是在于 因为就是 尤其是我现在玩漫威那个游戏 由于那个公司也不给钱 我就不说她的名字了 就是那个游戏里边 像黑寡服 这确实是这样 黑寡服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人 黑寡服是一个 玩这个游戏上来给你的新手英雄 就是你新手英雄 可能就是美队钢铛下 然后就寡服 就是这几个人 你上来就能使的 然后他最后就是 他敢去单挑这个比林星 比林星是这个 在游戏里边的这个 世界终极boss之一 你能明白 他敢去面对这个人 就是他实际就是一个普通的地球人 屁潮能力都没有 对吧 就至少在电影里 屁潮能力都没有 他面对的是比林星 他的那个毛 据说是什么 什么太阳 什么核心去 他们熔炼的这种 然后戳着浩克 浩克都能变回去 居然一个普通人类 为地球人争光 就是为我们普通人争光 敢于去面对一个外星人 而且打的还 就是挺出色 就是能够真的去制服对方 虽然最后 不是他杀的吧 但是他一直在牵制着他 还显得挺厉害 我觉得这种勇气 我就看到了 在福尔所联盟3里边 其实我更感动得到 不是那些英雄的死去 因为可能一会儿也会聊到 他们也不可能真死 就是更多的这种感动 是这些人面对这一切时候的 那种勇气 这个是让我 尤其是瓦坎达的那帮人 尤其是瓦坎达 尤其我特别斗的是 瓦坎达那个将军特别斗 就是他当时看到红女巫 发了大招之后 他怎么倒不出来 他这个 我感觉这部戏里有好多官方吐槽 是吧 然后还有好多是当事人吐槽 就好多这种事 有点打破四面墙 对 你刚才说红女巫 那是其中一幕 然后还有好多这种 就比如像之前 星爵要学雷神说话 完了 还有矮人 帮他铸造瓦坎达那矮人 我当时我都惊了 他说矮人帮我铸造的 因为咱们在玩中土世界这种游戏的时候 都是矮人锻造能力很强 然后锻造一些神兵利器 结果你发现矮人是最高 小恶魔终于演了一个巨人 小恶魔可以在他人生历史上显示 我演了一个比所有人都高的角色 这叫矮人的反正最高 这里有好多这种 我一直不知道 这个事是翻译问题还是什么 因为在北欧神话里 其实这些矮人 就是比正常人类高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翻译成诸儒 哲夫就是矮人 肯定是这么翻译的 但就是说他那个矮人 可能是在神族里的矮人 所以还是比人类高 这我不知道 因为在看北欧神话里边 他讲脱天的是诸儒 就是看的时候 你一定会特别不理解 为什么脱天的是四个诸儒 对吧 那大家不全砸死了吗 实际上他诸儒只是 只是脑袋大的那种身材比例 但就本身是比所有人都高 这个是北欧神话里 就这么设定的 然后红女巫那块也是 就是因为红女巫 一直在保护患事了 他不就是计划 就不让他出手 他实际他出手 逼他出手是 那帮坏人的计谋 就逼他出手之后 他们就可以去偷袭了 因为他们也怕红女巫 但就是说 将军看到红女巫的时候 我当时我那种 就能体会到他心里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打仗 你们都是这样 你们都他们是会方打招的 我只能拿个长毛 跟他们这捅 我为什么要那么跟你们打 你们多弄几个红女巫 这人过来放大招不行吗 他看那个 就是班纳博士操纵 极节操纵不好 摔在地上 他那个鄙视的眼神 你们弄的都什么一堆人来 对吧 我觉得将军那种 因为将军是个正常人 就是科技发达点 就看你们这些七星怪状 还附着我的联盟 太搞笑了 但我看他那块 应该也是王肯达 第一次打仗 对 因为你想这个国家以前都一直封闭 对吧 所以我讲他们虽然个人能力都很强 但他们实战经验 是不是很高 可能平时就是打犀牛 他们平时有对练 他们平时是有那种对练的 但他也不是那种真刀真枪的 是是是是是 他们国王为什么要是要有格斗选举 就是他们平时部落里就会互相打 那个就是不是就那个白元出来了吗 然后那个那个黑豹还就是特高兴他 因为他们两个部落平时是打的 就他们那种部落之间打 可能锻炼了他们战斗技巧 就是为了在和平时间就先得打起来 然后我觉得这瓦肯达确实是最让我感动的 尤其是那国王说瓦肯达万岁的时候 然后要求人把那保护罩掀开 他为了掩护换事把保护罩掀开 完了最后瓦肯达万岁 你看他先带头上 你说灭霸要有这种精神 比如说我也算这抓究里其中一个 我也可以抓 到时候我要辞我也一种辞 你说没错 这样灭霸就是好人 他是第一个上 但是他穿上那身衣服 他身边那些人全是穿的那个兽皮 你知道吗 他在哪都一样 不是都想起来中安六组了 中安六组里不是就有一次是什么去哪块 就是去个人就对科 然后就是先是从什么大队长上 然后就是让那个 李中武你别靠 我们的规则带长的冲 只要是咱们警察出去打仗 必须是谁是现场最大的官占第一个 谁是长谁往前走 这就黑豹的精神 当国王你就得冲在前面 包括他往前冲的唯一一场展示了 那个美国队长有超能力就跑得快 就是只有他在最前面 他妈逗了 就是我觉得 我想还有感动的一个点 其实是在于最早的洛基的死 因为洛基死 我看有一个听众在朋友圈说 看了十分钟就走了 凭什么洛基十五分钟就死了 他就是为了看他去的 砸都你走人 不他妈看后头了 有这样的朋友 洛基死 我觉得还 就是有点感动 我真觉得如果听了我们前 前两 前面两期回顾 这个十年去讲 每一个人心路历程的时候 就会对洛基 我就会有一种 因为咱们讲完之后 我自己也会有更深的感受 在看的时候 他在杀灭霸时 就开始念自己的名字 我叫洛基 我奥丁之子 什么雷神的兄弟 什么谁谁的王子 哪哪哪的 包括他说到了 他自己真正的 他说到自己 真正兵巨人的 那个继承人的时候 然后他在去杀的 就是去要刺杀灭霸 没成功 但是为什么要念这堆名字 其实他一生就在追求 让大家知道他是谁 让大家认可他这个人 让大家认可他的这些身份 让大家认可 他真的是奥丁的孩子 我有继承权 我是一个王子 当然没分到家产 对 我不是抱来的 我不是那什么 包括 最后他念出了自己 他从来不会用的地位 我是兵巨人的领主 什么的 我真的觉得还很感动 他已经说出了一切 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对 这个就是有一种 骑士精神在里边 就是在骑士 在最后 在自己受封的领土 打仗的时候 也要把自己名秽都念出来 这是第一次出现 骑士精神 第二次是 斯塔克 然后封蜘蛛侠 对 封蜘蛛侠 他这是骑士受封的 但只是没抽那样嘴巴 因为有的国家 受封是要抽那样嘴巴 他只是在他肩膀上 点两下 说你现在是复仇者一员 在我们盖帮是吐痰 都是有这个仪式 因为斯塔克摸肩膀师 他们应该是拿把宝剑 在他的两个肩膀上去比 会代表你足够 当有骑士的勇气 对吧 其实真的是还是挺感动的 这些东西的设计还挺感动的 而且他这里边 之前也说了 他这次肯定是分各种战区 他这战区分配的人 都是挺讲究的 还确实都是挺讲究的 而且确实能有戏 这些人中间也都有牵绊 但是我就是觉得 你像蜘蛛侠跟斯塔克 这个我还能理解 有点是一师一友 然后还有点像长辈那种关系 但是你说 其实我觉得美国队长 见东兵的时候 我当时我觉得他俩 应该是一种特别激动的那种 但是他俩就感觉 就是点头之交 汗手了一下 人这情况极害 但就是说 他在瓦坎达生回这段时间了 就是说他俩其实 见的面在这段时间之内 没有那么频繁 甚至于可能说 他俩没见这段时间 应该是美队三之后 不是东兵 其实美队离开了 我相信那个时候 可能中间也有些东西 他没有交代 东兵其实就已经到那边了 我觉得已经跟内战的 好多东西都连不上了 而且东兵这块 感觉就是之前 还给他弄成彩蛋 是吧 怎么到这就没什么戏份了 而且感觉好像他也 好像还真的 他这也好像也就没什么戏份 好像主要戏份都在那几个人身上 就是东兵一直是 主要负责演彩蛋 就是到正式的戏里边 就是来个过场 对 而且最后还化成成沉土 他们好像有一个统计 说每个人出场时间是多少 我记得好像最多的应该是灭霸 然后是卡宝拉 然后底下是什么钢铁侠 什么的 然后像巴基这种的话 可能已经靠得很靠后 很靠后了 他本身他能在里面出现的时间 真的可能就两三分钟 可能 感觉他这个人物的性格 好多地方 没有太力 没有其他人那么疯了 对 他不可能把所有人都照顾到 就把彩蛋留给他 他就是一个彩蛋之王 其实你看像猎鹰 像那个谁 像那个战争机器 他们这三个人 其实应该属于一个等级的 就没有什么细分 就是你出来之后 然后你露个脸 然后你杀杀敌人 就差不多了 因为也没有说 把他们作为一个独立英雄 人格塑造 然后其实有很长的谱点 其实是没有的 但是就是知道 全都是叫什么来的 Winmen 就是帮手 对 刘鸡 但是你刚才说 有人统计时长 你信吗 我打赌 一定有人统计 就是这些人 在那些人员 就是灭霸小兵进来 我相信一定有人统计 每个英雄杀的多少个人 你信吗 我赌一定有人统计 那谁杀的多呢 那可能 战争机器 对 肯定战争机器 就大规模杀伤用武器 AOE 我觉得那场戏 就他们应该全弄飞的 头大弹就完了 对 战争机器肯定吃鸡了 对 其实就是在他的设定里边 神盾局已经在明面上 基本消失了 就是红浩克 就是他们国务卿 国务卿实际上是红浩克 他只是现在还不会变身 就是浩克的岳父 然后这个人现在掌管这一切 他这浩克是怎么弄出来的 就是他特想成为浩克 然后他就想会弄自己 天天照自来戏 又变成了红浩克 可能天天站在微波炉旁边 然后去照 然后过两天就变熟了 然后变成红浩克 拿在微波炉旁边照出 过两天蛋就变大了 然后坐在蛋上蹦去买大麻 这个是男方姑女孩的剧情 我看网上很多帖子 都在缅怀这些 灰飞烟灭的英雄们 我是一直没觉得 他们是真能死 是吧 这种东西 不就是人今天说死 明天说活吗 哪让真死 除非他们不演了 然后怎么着 对 而且就是因为咱们 主要因为咱们录的太多了 你知道吗 好多人他不知道这些 好多人不去看班货 我觉得是这样 就在现场看 然后突然发现身边有朋友 抽气就赶紧跟他说 听一下黑水公园 听一下黑水公园 你说对 他说这确实我今儿遇到了 因为我刚刚看完 然后我看到最后的时候 尤其是蜘蛛侠死去的时候 我旁边那大哥 然后因为他哎呀挺近的 我突然发现他胳膊在动 然后我把头转过去 我发现他在拿手 在擦自己的眼块里 就是在擦眼泪 然后后来那个大哥 好像还发现我在看他 然后就把头偷偷的扭过去 不让我看到他流下的泪水 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大哥 可能真的是那种铁粉 或者说是那种 把自己的设定在 这个漫威的世界里边 对 而且他可能真没看漫画 就是他要看漫画 他得知道这边 得来回死去活来的 因为之前不是还有人采访 那个洛基吗 就是他说那个 他说不让我剧套 说如果剧套下去不带玩了 完了记者不还说吗 说你的意思就是 你这次没死是吧 你的意思是说 寺里边还有你是吧 然后就在那吐舌头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很正常吗 杀死X教授 一百零一种方法 都死上百个了 我操 死太多了 对你说上百个 我突然想到那个镜头 就是奇异博士分身那镜头 太有东方的那种美学色彩 牵手观音 对 然后还能分身 就是观世音加宋空是吧 这回复联有一个特别强大的 就是讨的地方 就是视觉效果 创意做出来了 因为之前聊过 就是像复联 一伏连二 就都是愣打 就没法做那特效 并不是人团队不会 是受于固如屈屈屈屈的限制 然后这回 灭霸宝石 就真的就做出了很多特效 而且包括跟 因为之前聊过 齐博士的单片的时候 单身电影的时候 就已经特效做的很棒了 就创意做很好 这回灭霸跟齐博士 互打的一场戏 真是这个片子里边 比较漂亮的 比较漂亮一场戏 当时我就感觉有一种 就我这活影 就名人出现了 就一堆分身 就很厉害这种 然后 包括钢铁侠 那个纳米技术 也还是做的比较漂亮 我最喜欢的 还是灭霸那大招 就是一钻手 然后上面一颗卫星 直接掉下来了 就直接就是砸到 整个星球上 那个我觉得 视觉效果的冲击性 你能看到远处 有一个东西过来 这个之前没想过 就是灭霸的 用手套 做的所有的事情 其实在漫画里都有 但是它居然能够 因为漫画很好画 漫画很好画 它居然能够把它 因为漫画是静止 比如说拿猩猩打的 在漫画里有 并不是持无线手套的人用的 就是所有的 最后灭霸拿到无线手套 就跟一堆天神打 然后这堆天神就过来之后 弄一排星球 不管星球有没有生命 就往灭霸身上砸 它是有这么 就一个画面静止的 也只有一排行星 但是没有这排行星 怎么砸下来 它这次把这个东西 在电影用这个动的效果 给拍出来 确实是想象力 非常的实现起来 我觉得是有挺大困难 它能把这做出来 然后包括漫画里 就是把人做成这种 就是变成面条状 或者变成方块状的这种 它在里边都使用了 那个效果真觉得 就太有意思了 突然 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实宝石 这就是现实宝石 但我觉得那块 看着特别恶心 对 它就让你引起这种不爽感 真的难受 只有虫子 给虫子切成面条了 然后眼睛还 这个我觉得就把现实宝石 到底能有什么功能 如果现实宝石 只发过一波 给它炸成碎末 就不显得你厉害了 对吧 现实宝石 就是我可以随便修改现实 这个很厉害 然后 对 包括说那虫子 我觉得也挺逗的 就是蜘蛛侠一直在吐槽 它是异形 然后一直在吐槽 什么我肚子里会长动 给它要再找我缠卵 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 迪斯尼收购了福斯 你看那个 乌母猴最后死的时候 就是异形那场戏 对 就是异形死法 关键是 乌母猴最后 在外带空的那个样子 就是在模仿异形 俩手是那样的 鸡爪 鸡爪状 开始不是说他是章鱼哥吗 就是这个 还真是得 就突然会觉得 你就对这些流行文化了解之后 看起来就会很有意思 就开始那个 蜘蛛侠说 你看过异形吗 我还想 看异形 说要搭叉车怼他吗 我在想 他们难道是说 这钢铁侠 你要把衣服升起一下 然后再去怼他吗 我也以为是按异形二 来搭叉车怼 这个呢 就居然是 炸一个洞给吸出去 这个真的是 就流行文化 在里边加的 还比较让 喜欢我们 这我们喜欢 欧美流行文化 人看起来会还挺感动 奇迹博士 他不是说那个 利用那个宝石 他看到了 14 1400多万次 很多次结果 但有一次是 他们其实赢了 赢了的 但是人家也很有节操 人家也没剧透 但是就跟网上 比好 网上好多人强多了 人看那么1000多万次 人愣没剧透 你想想 主要是剧透 你看我特早就拿到 这些片子的 剧透 你得给我钱 我才剧透 我不顺便剧透 我就发几个小视频 我挣了一百多钱 他的这一种 你觉得应该是哪一种 就是现在这种 就是那种脱手套 不是 他所看到的 就是我要把时间宝石给你 我要把时间宝石给灭 把人灭疤凑齐手套 他看到的结果 只有这一种 因为很明确的猜测 就是说 他看到的所有的战斗 都是在跟他对抗 然后被灭疤打败 然后他看到的唯一一次胜利 就是他们输了 但最后是赢了 就是把这 让他们把手套凑齐了 其实你可以把这 你看 所以他这 输了可能也是赢了 对 这则也输赢 你都没法去 用你个人的 这判断了 什么是输跟赢 这有差 这很有讲的 你输了你就是赢了 你把宝儿给的 你就是赢了 让告诉你放下 放下就是 放下大车大物 其实是胜利 其实我觉得 他肯定是说 他输的 其实是这场战斗 但是他赢的是这次战争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他肯定是看到了之后 我也是非常同意 他一定是说 必须得有清爵 这块 不能说犯二 就是愤怒之后 然后去打灭 然后没成功 我也最后 必须得把宝石给他 要不然他之前其实说过 救宝石 我也不会救你们俩人了 他为什么最后 会有这样的动作 我觉得就看到那块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坦然了 难道不是因为这段时间 建立了革命感情吗 不是 你看他那个表情 已经特坦然了 就宝石给你 而且就知道 他死的时候 其实说小蜘蛛死 好多人都会感动 因为小蜘蛛不想死 他明确表达出了 我是一个小孩 我不想死的这种感情 因为他生命还很年轻 剩下那些人 都他妈的 也不知道活多久 也不知道 他们天天在宇宙当中浪的时候 就随时可能死 可能生死就已经早忘我了 但是 奇异博士死的时候 就特别坦然 就感觉 这些都是该发生的 我已经看到了 就透了 他看攻略了 知道 他人也去过西藏 心灵被洗涤了 你知道 心灵被洗涤了 登这自行车去的 后来 雷神找矮人做斧子 跟他们树人 给他做了一个饼 拿自己胳膊做 弄一饼 这也这么 原始于神器 就这斧子 据说之前就有 他有雷神锤之前 在漫画里就有 他曾经用过 之前的饼不是树人的饼 不是 但是说的树人也挺的 据说所有的 Glut的台词 是有原文的 不是全MGlut 是有这句话是什么 就这句话原来说的是什么 然后会让 应该文迪塞尔配的音 然后让文迪塞 就是你必须得知道 你说的是什么 你才能正常的表达 你的情绪 比如说的是 一句脏话 他不是这边 就说了一句脏话 你必须得要用 那句脏话的情感 去念MGlut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 他所有MGlut 实际上是有台词的 然后最关键的 就是他最后临死的时候 对浣熊 说了一句MGlut 然后有人在网上问 就是问主创 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就是最后 那个还挺难的 就是说那句话是爸爸 这最脏的还是浣熊 就是他给雷神 那眼睛的时候 他说你最后洗一下 因为我把这偷了 我没穿衣服 所以我把它藏在 然后就没再说 他自己毛里吗 我就是 但反正后来 毛 他身上全是毛 对 但反正最后天 没说藏哪 你就自己想 他说你让你洗一下 他用 不是说树人 其实是挺厉害的吗 是不是 不是 这回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他们那个语言 你们刚才说的那个 是他们在现实中 人家写台词 但是这个语言 竟然在他们那个宇宙里边 是自成一系的 大家能听懂 你竟然也懂 格鲁特语言 而且还有一选修课 对 主要你看浣熊 一直能跟格鲁特沟通 所以浣熊是听得懂 格鲁特那个语言的 人是有语言的 只是你听不懂而已 而且这集里边 我感觉浣熊 个比以前大了 长个 一开始 一开始 我看的时候 我就是一开始 他看那个 护卫队的时候 感觉特小一个 那时候感觉 后来现在这慢慢 比例越来越大了 长了 长个人也长了 那不能老那么小 其实浣熊也算 还挺成长 还学会安慰人了 什么的 觉得自己是个 好建长了 但是安慰半天 发现 就是安慰半天 发现无从下口 但是跟他有关的人 讨厌都不在了 对 但是给了他眼睛 这眼睛梗终于硬 眼睛拿着的时候 我觉得太逗了 因为刚看完 应该回头 他一直想要那个眼睛 他一直想要那个眼睛 就真是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藏着地 反正可能脏了点 现在复联寺的上映 有计划了 明年的也是五月份 五月几号 这么着急 他们因为 其实现在已经拍完了 不是已经拍完了 应该是 应该已经拍完了 因为他们就是 谁去演 谁没去演 其实都已经知道了 要不然出现采访 说人不带我玩了 然后说我去参加了 四的拍摄的梗 所以他们其实应该拍完了 而且拍的时候还挺逗的 之前听说他们拍摄的时候 自己不仅仅是不让你剧透 是连剧本都没给你了 让你去拍的 三的时候好多就这样了 我知道 但是因为有一些大嘴 是吧 复联没有这么快 就直接上续集的 太快了 之前没有 我之前其实都是上一集 复联之后的话 然后上几个 其他的单行的电影 有很多人怕 观众流失 赶紧带回来 其实没死 我觉得还有一个关系 是因为三跟四的联系太紧了 就是他现在中间 应该只会有一个 除了就其他 就个别的 什么黄蜂女 什么的那些人 因为那些人 其实也是在这中间 黄蜂女跟蚁人 也在中间会有一部电影 然后包括那个 惊奇女士 在中间会有电影 其实这些东西 都会跟四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它不会有很多 但是这个三跟四之间的剧情 连续是很紧密 因为不能给大家 就是心真在那堵着 要这一堵三四年 再堵死两个 这电影院已经 发生过事件了 这个不能一直这么堵着 发生的确是 一部分影迷 像弹塔说的是 引起一部分影迷 就是不是 心情很不爽 因为就是漫威 就是他们这个电影 基本上是正常的时间线 是跟现在时间线 是吻合的 所以它 对对 十年就是十年 六年就是六年 就是这么去聊的 所以它马上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场战斗 已经死一半人了 那你后边怎么演 你后边那些单独的英雄 必须得是在 死了一半人的基础上演 那他们都已经死一半人了 不去找灭把复仇 跟着嘚瑟什么的 所以就是它不可能 中间差太多集 所以现在能明确知道 会有一个蚁人与黄蜂女 和一个惊奇女士 因为惊奇女士 就是好多人问彩蛋 那个到底什么意思 因为甚至有人 有人看到了 就是在朋友圈说 就是彩蛋不要看了 因为特别没劲 就几分钟 俩人死了 就没了 其实那个彩蛋的核心 是对于最后的一个BB机 对 就是那个彩蛋核心 是最后那个局长 独雅龙局长 是在临灭之前 发了一条信息 用一个BB机 发了一条信息 传出 一看那BB机 就是改造过的 然后传出去之后 是一个标志 那个标志就是 惊奇队长 就是惊奇队长 而且现在惊奇队长 已经确定了 会在明年三月份上 而且明确了 就是会说的是 讲一个八九十年代的事 而且现在也官方 已经声称了 就克尔森探员会回归 然后那个局长 这个福利局长会回归 罗南就是 那个银河护卫队一的 那个BOSS 被跳舞跳死的 那个货 他会回归 所以应该是讲的是 在九十年代 跟他打的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对 所以他那应该是回归向 讲一个之前的故事似的 所以他可以跳出 这个时间线 以人与黄蜂女 有人猜 应该是在讲的是 这个灭霸出现 之前的这么一个故事 就出现之前 几个月的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他没法让 福莲寺拖得太久 因为中间的这些戏 都有可能是 跟福莲寺相关的 现在好像 现在反正也是 看一些网上的一些 就是小道消息吧 反正是确认说 旌旗女士和这个 蚁人黄蜂女等等 这些人都会在这个戏里面 然后出现 所以肯定跟他们 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有人在片场已经拍到了 已经拍到他们的照片 蚁人已经拍到了 然后那个旌旗女士 肯定会有 因为彩蛋已经明显直视了 因为旌旗女士 现在在拍自己的电影 好像也已经拍完了 就是旌旗女士 因为好多人问 就是个什么人 就是他实际上是 现在是算 福莲里的一个大哥 就是大姐吧 就是一个首领 因为在前一两年的大事件 内战里边 就是他跟钢铁侠对打 就是代表复联的两拨 就是他也是一个英雄 英雄很重要的一个首领 我想知道 这位女士她有什么能力吗 就是她的能力 对 她能力 就是 是这样 这个能力你可以说特别强 因为实际上 就是每一个英雄 就没法比 因为每个英雄都可以爆强 就浩克可以爆强到 把整个地球所有英雄灭掉 旌旗博士 这个旗旗博士也可以强到 就是把大家就都玩了团团转 所以就是看最后 在复联电影里边 把它设定到哪个级别 那就是说 这个旌旗女士的能力 宇宙中随便飞 然后这个 它本身原始设定能力 就确实相对较强 就是宇宙中随便飞 然后吸收各种能量 释放各种能量 然后这个刀枪不弱 所向无敌 跟超人似的 而且据说更强的能力 它可以连接一个白洞 跟黑洞是相反的 那么一个物质 然后就是说 它有一个能够叫 二金制的一个进化方式 就进化到浑身起火 然后就是 对吧 我看无限的那个漫画里边 它一般不会有 二金制的一个状态 然后因为它据说 是什么为了挽救太阳 还是怎么着 它这个状态 被什么白洞吸收了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了 但是我就看 那个无限战争 无限漫画里边 不无限战争 无限漫画里边 就有过一次 它在宇宙里边 它的战舰都毁了 就是它一个人 它爆了 爆了之后 就重新回到了一个 还都不算完全体二金制 就是一个脚强二金制的状态 就浑身起火 一个人毁灭一支监队 就能强到这个程度 就一伸手 一个监队就灰飞烟灭 就是你看最后 你就看最后电视 想给它设定到 它是哪个级别 不是我发现 这个只要人厉害了之后 它这个主要就是一小动作 就是能造成特别大的毁灭 基本上我觉得 也就都这样的描述了 比如打箱子 比如一挥手这什么就没了 就都是这样的状态 没有打箱子厉害了 就是它挥手还得发出能量 还是有能量 光波也能看见 箱子这个你都不知道怎么了 人就没有了 那现在看这个彩蛋的剧情 等于是地球人要压保在他身上 局长别把来存账 现在至少局长是压保在他身上 就一会我们就猜未来剧情 可能会猜到 就是他的故事是这样 他大概说 因为他是个地球人 然后是个怎么讲飞行员 然后后来是给纳什做保全的 做保安的 然后就是高级的安全负责人 然后他和一个科学家 感觉算是 科学家就没来眼去好上了 然后后来发现 这科学家是一卫星人 这科学家是 对 这科学家是一个 这科学家是 就是罗南那个星的人 他就是个克里人 然后克里人就很乱 因为克里人一直跟一个叫斯库鲁人打 一会儿会聊到斯库鲁人 特别傻逼的一个种族 克里人一直跟斯库鲁人打 然后地球作为战略妖地 两边都想抢 然后克里人就派了这个人 叫特别 这个人叫丘德洛在电影里 电影里 丘德洛 丘德洛 他的名字叫麦 这就是外星名字 叫麦威尔 叫麦威尔 拼一块就是漫威 你知道吗 就是麦威尔 反正在地球上 他就潜伏在地球上 然后后来 这个惊奇女士那会儿 保安队长就跟他行了 结果是什么 因为大爆炸 因为我看了动画片里是 克里人弄一大机器人来逮他们 然后第一代惊奇队长 麦威尔就发大招了 在发大招的时候 他为了救这个女的 抱着这女的发大招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女的受到了能量的感染 然后后来他自己在病房里 就漂浮起来了 然后动画片里是这个情节 因为我看一些别的剧情介绍 有说是一场大爆炸 但是都是跟麦威尔有关 跟他男朋友有关 跟第一代惊奇队长 是相关的一场 跟克里人之间的大爆炸 导致他拥有了宇宙能力 宇宙能量 所以他还是算是比较强力 而且从剧情来 从彩蛋来看 他最后拿BB机给他 就呼的BB机 为什么不是手机 就证明这个人离开地球的时候 只发展到了BB机 所以肯定是 因为我开始一直以为 就八九十年代演一下 会演这个人在现代的生活 现在可以看到 他是不是到宇宙里去打 是演现代的不知道 但是一定这个人 是在BB机年代离开了地球 然后给了神盾局联系方式 所以他这个人应该根本就不会在地球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不在这百分之五十里边 就可能就是局长觉得他不在 然后那边一看也是昏了 也是昏了 第四集上来之后也没他事 这编剧不一定能 编剧就让你们猜 你们猜精气女士是不是要出来 对吧 还给你单独来精气女士单个本 结果这个 福尔联盟一上来 四就是一堆昏 一堆昏里边 BB机响 地球有危难 然后风一吹 精气女士没出来 也可能 也不是不可能 那不就跟那个东兵似的吗 然后跟那个东兵跟洛基似的 然后彩蛋留的是他 然后下机一上来 对 所以就是精气女士 不要都压宝在他身上 可能他没打到二斤志 没打到二斤志的话 他也就是个 就是个普通的超能力者 可能也上了就让人给灭死 也可能50%就成昏了 对 但是我记得 我看那个就有一些介绍里边 包括漫画里边 好像精气女士也是跟灭霸 她是能单挑灭霸的 好像是有说这样的能力 其实灭霸很多人都能单挑 就看他有没有宝石 就是看他钻不钻 宝石 钻着宝石 连天神组都打不过他 就各种打神都没戏 当然这次 就是消灭完这一半人以后 这手套也废了 没废啊 但是那手套明显就坏掉了 那种感觉 还都起皮了 没有吧 脏了 脏了 擦擦 我这擦擦 就是脏了 我以为是已经坏了 我不知道 就是那个耐久度 只有5%不到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能修 他可以找那个矮人去修 这个不知道 看他剧情怎么编了 就是想编那手套 是不是还能再用 我觉得他可以去编 他也没有编的手套 不能再用 然后怎么样 就是这个是他的 就是看编剧去怎么调整了 因为那个 就是我刚才还想说 就是 一鹤火卫队二有一个彩蛋 其实现在没有出来 就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会跟四有关系 就是那个应该是模式亚装 那个有可能 对 包括想说 就是有可能 还有一个 有可能会跟这个四有关的 就是模式亚当 就是也叫术式亚当 会不会出来的这么一个 因为在 无限手套那个漫画里边 真正最后带队 单条灭霸的是这个亚当 就是他虽然是有很多的 这个这个权谋在里边 但是最后是他拿到了无限手套 但是他会使用正经的 去使用无限手套 来不会毁灭这个世界了 他让他就是 就是不会毁灭世界 他带着这个银翼滑翔者 然后抄了这个 这个整个妇联和天神组一块 去打这个戴着无限手套的灭霸 是有这个故事的 好像最后 我觉得这也不算剧透 这是漫画 你不知道四会演哪个 对 人最后反正是 模式亚当拿着手套之后的话 所有这个又恢复了原样 恢复原样是星云干的 因为这回星云没变灰 对星云没变灰 星云没变灰 所以有可能 如果他按照无限手套的剧情来讲 应该是星云先拿到手套 因为星云是被灭霸 完全看不上的这么一个人 在那个漫画里边 星云说是他孙女 然后就是他把星云弄的 就一直是一个 僵尸女好像是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就这个梗 他用了就是因为 他带卡姆拉去看星云的时候 不是星云就是被 完全骗成片了吗 就有一点是漫画里面 那个镜头 但是漫画里面 画成片成片 但是浑身腐烂 都是接近分解状的状态 所以他用了这个梗 有可能会是星云 就是尿不声的 因为最看不上 他觉得他最没战斗力 觉得他最不行 然后他最后 在一个烂了的状态 偷走了这个无限手套 是有这种可能性 这个是漫画的情节 亚当是 就是他拿到无限手套之后 他继续的捣乱 是就亚当是把他带着灭霸 把他给灭了 然后才把手套拿回来 如果拍次的话 应该不会有这么多 单人的角色 一下出来 扭转局面 可能还是这些 之前的演员 你想按照 他门维之前的电影 他都是出单人的 然后进入不连的局势 对 所以说亚当之前没有 出来 只是彩蛋的话 他在四里边出来 会不会太突兀 因为这个人的设定 你不太好 让人迅速理解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说四 其实也没打败灭霸 然后呢 然后就是灭霸赢了 然后就全部漫威结束了 然后就是灭霸真赢了 因为我一直以为 最后那些全是灭霸 因为他先进入灵魂的世界 然后红骷髅跟他说 你进入灵魂世界以后 你会获得智慧 而且是很高超的智慧 我觉得灭霸 是不是在进入灵魂世界以后 想象他自己发生这些事 然后发现自己得不偿失 自己付出了一切 其实也没变得多好 完了只能自己在小屋里 独自看夕阳 女儿也没了 完了也没有人陪他 然后这里边 因为也没有出现死亡 所以就是说 他也没有办 孤独终老了 对 让他这么折腾 对 就是说 但是后来我觉得 后来我觉得他可能 就是要反转的话 也是他大车大悟 然后又回到灵魂世界 然后说我不能这么干 结果后来发现不是 就是他看完日落以后 就结束了 所以我就把我那个想法推翻了 实际上 就是在漫画里边 是有一个设定 就是灵魂宝石里边 是有一个世界的 灵魂宝石里边是一个宇宙 然后所有人可以进入 灵魂宝石的宇宙 所以也有一种可能性 是所有人都变灰之后 进入了灵魂宝石的宇宙 因为现在灵魂宝石的宇宙里边 不是已经有卡莫拉了吗 就是他打那箱子 不是他打箱子之后 他突然进入了一个 全橙色的状态 然后再恢复的时候 他也自己也莫名其妙 发生了什么吗 因为应该是他进入了那个宇宙 在那个宇宙里边 他至少看到了一个年小的卡莫拉 当然也可能就只是一段 给他的假象回忆了 但也可能是真的进入到这个世界 因为漫画里摩世亚当 就是曾经在那个世界里边 待过算是那个世界的主人 是大概这么个意思了 然后会不会那些变灰的人 进入了那个世界 因为有一种说法 就是蚁人里边一直在讨论 就是蚁人的一代黄蜂女 就无限变小之后 他不就进入了一个什么亚原子层面 就再也出不来了吗 说那个可能是微观宇宙 会不会就是蚁人与黄蜂女 这部电影里边讲到了微观宇宙 最后蚁人在复联寺里边 以微观宇宙的形态 进入这个灵魂宝石 然后去里边 把这些变成糊的人救出来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这听着比那斯库鲁那个靠谱 对对斯库鲁那个 蚁人就从此立起来了 下一个十年的 大哥了 以哥 对社会 以哥 就不是以人了 是以哥了 社会 就是以利神了 对所以你看 现在我们猜了两种可能 一种是星云 或者说是谁去偷掉这个手套 一种可能是说 那个就是大家真死了 然后他们利用手套 然后逆转 利用手套逆转时间 让大家再重新复活 这是一种 再有一种就是进入这个灵魂宝石里边 进入这个灵魂宝石里边 把大家给救出来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非常不靠谱的一种可能性 但是我真的在前一段见了 有人说复联寺 曾经命名叫秘密 秘密入侵 还是叫秘密战争 秘密战争 秘密战争是吧 因为在 满威大事件里边 那个就是刚才咱说 那斯库鲁人 斯库鲁人 那个在满威大事件里 有一次叫秘密入侵 然后又叫秘密战争 因为翻译 翻译的不太一样 我有点记不太 因为还有一次 好像是指两个宇宙融合在一块 我有点记不清 是哪个秘密了 但是就有一个是秘密入侵 然后讲的是这样 就是突然有一天 有一个宇宙飞船在地球降落了 发现死去的英雄全在这里边 然后问大家怎么回事 说的 我们都好多年前被人抓走了 然后他们说 我们抓走了4400个人 回来会超能力了 人走着就会超能力 我们就好多年前被抓走了 被一帮死骷髅人 刚才讲到 跟克里人打的死骷髅人 被死骷髅人抓走了 死骷髅人有非常高的高科技 他们准备进攻地球 但地球英雄太多 他们打不过 他们就利用他们高科技 在地球上伪装成英雄 然后死掉的那些都是伪装的 够惨的 来这就被死一下 死掉的那些全是伪装的 甚至他们在伪装的过程中 消除了自己记忆 认为自己就是超级英雄 然后等到他们正式进攻的时候 在唤起他们这个记忆 就是入戏太深 对 然后而且他们在 变成地球的英雄的时候 同时具有英雄的超能力 然后所以就是 死掉的 比如什么好多记忆的 好像美队还是谁死了 然后再下来看没死 因为我是真的 我是真美队 这类似于这样 我忘了是哪个人了 还是英雄 我忘了是谁了 就是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 死的那个是死骷髅人 所以就是漫画里边 是有过这种情节的 所以他们也有人猜说 当年我觉得 我觉得不太可能这么拍 这么拍老百姓就真受不了了 觉得你有病 就是你死一半死的 还都是死骷髅人 这样就是 这样就有意思了 死这一半就不定都是死骷髅人了 你明白吗 死这一半里边 再随机一半是 那就是看谁 不是活的里边 还有可能 还有死骷髅人 对对 就是那就是看谁的 骗约到期没到期问题了 因为现在剩下的 全都是骗约马上到期了 就看你们想不想去约了 看你们会不会剧透了 对吧 但是这漫画里 是有这个情节 但我觉得不太敢这么拍 他当年可能是一个障眼法 是不是用了说 我们叫秘密战争什么来的 我觉得当年那漫画 是画不下去了 画了这么多年 这么多人 一切全死了 我觉得当年漫画 真是划下去了 胡他妈变了这么一个 但是特别著名 因为很有意思 就是你看到的任何英雄 你不知道他是谁 让所有的牵绊 就是咱俩谈恋爱 但是我他妈不知道 你是不是自己人 我他妈在跟谁谈 你知道那个死骷髅人 那个长相也特别逗 他是一个大蜥蜴人的样子 就是反正是长得非常恶心 但是能变换身材 能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他不像克里人 长得是个地球人那样 只不过是蓝傻 所以他这长得挺恶心 你要是真是说 是谈恋爱那种的话 我觉得还有点不太舒服 我觉得这次 骷髅人这么讨厌 我觉得灭霸 应该把他们 他妈先灭了 他们又在一半得死 讨厌 真够讨厌 他们就瞎捣乱行 对 就是有可能 对 还有可能会是这样 反正 就是一场戏 大家也别太当真 别伤心 今天死的 明天还能活 只要他偏约没到期 对 大家就是 我觉得比较能够放心的 因为好像现在官方说 死的是真死了 是真死了 我觉得他这句真死了 也就是说没进灵魂宝石 就是说只是在这一集里 真死的 对 他能复活 真死的 这也没说死了 不能 就是洛基在雷神2里边死 那叫假死 这回是真死 但是可以复活 人没说不能复活吧 这我觉得都是他们搞的营销 对而且我就想说 复联4的时候 应该还就是已经拍 基本应该拍完了 反正明年就上了 就基本已经大局已定了 肯定还不会把X战警的人引入 我觉得 叫中级战争 副标题 对我觉得未来可能会再去引入X战警的人物 对 所以我后来我就特别想看 秦歌雷敢他妈灭吧 而且现在不是还有一种传言吗 说其实他把那时间宝石送走的这件事情 这个是不是他其实 我觉得那么拍太乱 就有一种说法是说 这个奇异博士把时间宝石传送到了未来 给了斯塔克 让斯塔克利用时间宝石召唤了各个不同时间线的 这个超级英雄回来一块再对面 但是你这样的话 你三就等于白拍 对吧 就等于三的时候没发生 你又给倒回去了 我觉得就跟好不容易换室 那个就已经摘下来了 完了灭吧又给倒回去 又抠了一遍 我觉得就倒一下 我觉得就小倒一下行 我觉得就灭吧能倒个五秒行 就不要 你倒一部戏就 就电视 就漫画里边能这么干 漫画里边他们经常这么干 但是如果电影这么拍 我觉得观众可能理解不了 太乱了 太乱套了 就会太乱套 总之我觉得就是 肯定就是有各种的可能性 这些人你无论他是死了 还是没死 是真死还是假死 他肯定他下一部戏里边 我们知道也都拍着呢 对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最关键的 现在他已经明确的说出来 这个蜘蛛侠不是自己曾经剧透 蜘蛛侠是三部曲吗 刚开一部 他要死透了的话 后边怎么拍 难道是那个小黑胖子作为主演吗 对吧 这小黑胖子这回还继续露了一连 也真不容易在校车上露了一连 难道是小黑胖子做主演吗 现在他们都是一个英雄旁边 跟着一个就是他的 一个小宝贝 他们都是 齐启博是不是也是 王先生还是可以的 王我觉得这回露脸了 王可以 这中国人就是行 王给人断手了 是吧 王很厉害 而且我觉得漫威确实为了满足观众 其实下了很大功夫 有很多比较知名的角色 其实他就漏了一两场戏 然后人也给请过来了 就为了把这个演员阵容凑齐了 而不是用一些其他手段 比如说只是在嘴上提一句那种的 是吧 比如像最后 你像赛米尔杰克逊 这么大的角色 最后是吧 即使在彩蛋里出现两场戏 但人也请来了 人就为了让你看着完整 人是标王 人是吧 人是扰人出场 这肯定这是票房 就是票房国 他是政政行 全球票房男影星 累计票房最高者 就是说赛米尔杰克逊是万佩 就是说他演什么角色 都轻轻熟悟那种 不用去现去找角色情感 而且那个谁也是 就那个收藏家 陀螺 不是那个就是 Bernizio 对 陀螺 陀螺老师 陀螺 陀螺老师也是 都没看出来是他 就在做演员表里看见了 他好像出来也就一分钟 而且还不是他的真身 还不是真身 还是个幻象 连斯坦利老师这回的话 也有三秒的镜头 而且找的那个坎 也是唯一能加进的坎 别的没坎了 而且人说了句特牛逼话 外星飞船都没见过 一个人都断定 这不是几年前 你们复联一的时候 没看的吗 大外星飞船 大章鱼 大鲸鱼飞下来 对吧 笑说司机 就是见多识广 人是作者 人不吝啬 而且银河护卫队 好像三也确定 要会上演 要会拍 现在银河护卫队 唯一剩下活的行 只剩浣熊了 你也不能让他一个人演 一会会对 有星云 有星云 星云不算那个组织的了 也许就只有他们 那就是有一种可能 也可能就大家真的都死了 小姨子 完了 不是 等会儿 浣熊跟星云 不是小姨的关系 对 我还以为星居活了 忘了 忘了 所以我觉得 十年不是终点 十年是一个起点 对 我看到的都是生机勃勃 你们看到的 可能都是灰飞烟灭 对 反正看着还挺爽的 当标题 行 对 真的是这样 而且现在好多人 发的图都是给你一盒图 说你最喜欢的漫威英雄 是哪个 然后给你四个图 你来选 应该就继续入戏 我要这样 蜘蛛侠 那个模型里边 是一盒图 这是限量吧 复联3限量吧 复联3定制吧 对 反正就特别逗的是 真的是 跟之前 因为国外先上的 知道都谁会死了 然后有些 看漫画的 还真不怕剧透 因为他都能知道 七八种的可能性 然后跟看漫画的 就聊 就说这个死 这死 特坦然 每次这么多 一定会活 你要就死一个 死俩 可能真活不了了 死他们这么一堆人 肯定活 他们疯了 他们漫威疯了 不演了 就不玩 不挣钱了 就毕竟是个经济链 又说回这个电影 《复联3》 反正这集里边 让我觉得雷神 是挺稀粉的 这集 挺那么棒的 他这硬汉形象 我觉得真是厉害 对 确实这回 雷神确实是厉害 所有的女人 都想跟他在一起 摸着什么钢铁一般的肌肤 漂亮的胸肌 对 漂亮的胸肌 但是我是想说 其实看那电影的时候 我也是旁边经常 不是旁边的 出来的时候 看见有人 真的是在抽气状态 其实大家都真的是 挺投入真感情 去看这样的一部电影 我觉得不是说 这些人活 你哭这不用哭 其实我是觉得 其实大家还是 真的是投入了感情 跟十年的基伴 去结交了一些 自己虽然不是这种 现实生活中 但是其实也是 有一些精神 倚靠的一些这种任务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看有人说 看钢铁侠医的时候 我八岁 现在我十八岁 真的会觉得 因为岁数大就不太觉得了 小年轻人会比较觉得 我觉得是你看的时候 哭还好了 完了之后回来别忧伤 别因为这影响工作 别因为这个 第二天跟男朋友打架 这都不合适 他们一定能活 一定要让自己开心起来 视角可能还真是一样 可能年小一些的朋友 可能 这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经历成长一段时间 对 其实真的在 我就是这次的票房的 这个生猛程度 也真是非常厉害 就是推前 提前三四天 已经买不到任何票了 然后现在这 我们录的时候 应该是都不到 就一天多点 这应该算是 就说两天 不到 还没到 还没到今天晚上黄金厂的 咱们就是现在已经 票房已经七亿多了 其实真 这个我没想到 我开始猜 因为看黑豹 就六七亿 知秋侠六七亿 我猜这个片 可能也就是能到个 十五亿 差不多 刚现在看这个样子 应该是 肯定是能过二十 应该 我心情也 其实有些复杂 就是 还是高兴的 还是比较 比较就觉得 这个文化 确实在中国慢慢起 而且我会感觉到 尤其是零件厂 虽然我没去 但很多朋友 在零件厂发挥照片 就是 这个各种的cosplay 还有死事的cosplay 这个就是非常懂的 这个分色了 对 这个没有死事 这个片子里没有死事 但是有死事的那种 我还建了一张 我不知道是不是骗人的 海报 应该帮人买票的那种 微商 然后就做了一张死事的海报 富联三 换了一死事 还写着 这电影跟我屁关一段没有 我会觉得 这个文化在中国 真的起来了 这方面我还是挺难 因为我开始没有预想到 会这么火爆 会有一些诧异 但是高兴的一面 就真的这个东西 再起了 而且大家已经以仪式感的东西 去看电影了 这个是很不容易 这个是真正电影该存在的形态 电影真的不是 从网上下载下来 用一个小笔记本在家 看的这么一个感觉 而是跟很多朋友 去电影院里边 去共同去享受的 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我那天 其实看的是零点长 看的十分的 就十二点十分的那场 我当然观影体验那天 其实是有点差 因为刚开始感觉是 戴着眼镜也看不出来 是3D效果 影院重新播了两三次 你都没来重新播了 他就是因为 大家都看不了 大家都急了 真的是那种真性情 就有人站起来说 你干嘛呢 这就拨不拨了 眼镜不行 对 也有这关系 我媳妇那是特别烦 反正就说 这大板门场上的 拨纯播好几次 你这耽误了十多分钟 晚睡多长时间呢 是 去年我看那什么 也是零点厂 也是 他们跑 因为零点厂第一次播片 他有时候 他们得对那个知识什么 可能是那个 的确是有这种情况 经常发生 可能这也是 零点厂的一些小花絮 对 一个是这个 除了观点体验以外 我觉得就在现场 你去看电影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那场有没有 我们这边 其实在看那场的时候 比如说 谁是谁出来了 就是欢呼鼓掌 零点厂会比较明显 然后你包括谁是谁 就是被杀死的时候 会 但是那种感觉 你是在跟一群朋友 看电影 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不是说 你一定多懂这个东西 他们都会活 不是这样 就是大家都在其实 渲染的那个气氛当中 那是看电影的感受 不是你在自己 在蹲在电影屏幕跟前那 默默的抽气的那种感受 我觉得就是这种观影感受 让我们应该明白 到底什么是电影 我们不能说 这是电影的唯一方式 但这是电影很主流的 在美国的很主流的一种方式 就是像某些电影 你会跟着他一起 见台词是吧 对 因为就是我们讲 聊完 就说一句 就我们聊完房间之后 有几个在美国的听众 特意跟我说 他就是房间的钟粉 会说他们观影的体验 就是一场狂欢 其实电影本身 就托里的电影 就是从电影本身 引发出很多东西 要跟着电台词 他们说要带道具 要带勺子 在哪一个情节 一定要扔勺子 就是这是全场的动作 全场所有人会一起扔 你会去感动 说包括托米老师 他们有一场傻逼传球戏 你相隔一米互相传 这会儿他们要数数 一定要数清楚 他们传了多少次 这个是看这个电影的规则 就是你要进去看房间 不会这些 那你就别去 或者你必须有人 就是跟一个组织 你必须得 你想进入 你想看房间吗 我来教你 你要做这些这些事 其实这有跟德云社一样 你那会呜 你最次那天会 呜 然后那个于谦 于谦老师的三大爱好 也得跟着一块喊 抽烟喝酒烫头 你得回唱这个什么 宋情郎 你得回唱五环之歌 你才能融入那个气氛 所以房间是这样的 其实这是一种娱乐的 一种很非常常见的形式 电影 可以有一些电影 是我们去深入的思考 电影背后是什么 但更多的这种电影 是在娱乐之后给你 但这个娱乐不要忘记 就太多 这还是有 就是这个片子 实际上是让人看完之后 我们可以去思考很多东西 可以去 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 是的 就如果我们去 更效率的话 去去做 像复联这些人 用更效率的话 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去打扮灭吧 那是不是你就变成灭吧 其实可以去考虑 这些并不是这个片子 特别傻 但是它的娱乐是先行的 如果你拍的特别高深 谁都看不懂 咱就全国十个人能看明白 真棒 你没有做到任何普及的这种作用 所以这种浅和深是一个标准 让大家是一个平衡点 跟灭霸一样 要寻找一个平衡点 得深入浅出电视拍 还是得深入太多 对 就是说 就是我们现在有好多人 就是老角看那样 我得看一大道理 就是这片 你如果就光是这样 那这个片则毫无意义 我觉得就这个 就没有必要 就是你首先你先确定一下 这不是那种片 这不是那种很严肃的片 它就是一个商业电影 它给你的直观感觉 一定是爽 如果你能从那里面 体会到一些 很深刻的意义的话 那可能只能代表你自己 不代表所有人都能 达到这个 你也没必要 强求大家都打 但你先得让大家都喜欢看 然后大家融入到 这个开心的气氛里 这个是关键 就我大夜里零点 我一定要是去看一个 咱们不说哭不哭 但是让我能够融入到里边 让我有共鸣的 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而不是有一人上来 给我念书 对吧 对 确实是这样 所以这个我还挺感动 因为这个算是 在魔兽之后 另外就是 就是在中国 在魔兽之后 第二次见到 我觉得真正能称之为 某种文化现象的电影了 但就是说 这种人还是少 因为我们国人 还是更含蓄 对于情感表达 还是更含蓄一些 可能就是在一些 特定的场次 我们会遇到 这种人多一些 会造成那种 零点场 主要是零点场这回 我是觉得 看零点场的时候 当所有人 全都在那种 就是特别放松的状态 去欢呼 去鼓掌 去真的有人去哭的时候 其实你那个时候 你被那个气氛带动的时候 你可能更容易去表达自己 包括我媳妇 其实看的时候 她都挺激动的 她根本不知道在演什么 她不是 她真是看懂了 然后她回去 还给他们同事 一个一个的 所有人堵在耳朵 然后她再给人讲剧情剧透 她都没有意思为了剧透 对 她就觉得自己 特别有优异 我在看这电影 也发生了一些小风波 我这算二刷吧 刚才跟你们说了 因为我在那个 昨天我想下班以后去看 但是我不知道几点下班 于是我就下班以后 六点多 我去订票 我一看七点钟 竟然还有票 我说这个也不太对劲 但是我一看 竟然有 我就去看了美 然后就订了 然后等快到七点 我快要出门的时候 我觉得不对劲 因为我们家门口 到那个电影院查 果然都没有票了 然后我就再查一下 我之前那个票 原来是在C老师他们家那块 是吧 昌平 我说这个也过不去 但就是说 我觉得这种 这其实挺好的一个事 因为即使是在 那个作业很偏的情况下 我觉得也有人去 为了看这个片 或者说更早的去看这个片 而去选了一个座位 我觉得说明 大家对这个是真的喜欢 而不是那种 就是而不是那种 就是大家都去 我还去 对 后来你去了吗 后来我是不是 今儿早上去了吗 这不是刚看完 跟你们一块来聊这个 也不错 你就是double了 对 你看我都贡献了两张票 然后我估计 肯定还有二刷三刷的 但是刚才不是今后也说 可能有人怕太伤心 不愿意再看吗 不是 那个如果看了 五分钟的朋友的话 你就走了 那个可以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后面还是有差点 再看一个五分钟 我觉得值得二刷 就是迪斯尼万V 也没给咱们钱 我为什么要鼓励他们二刷 但是真的这个片子 是真的值得二刷 从头打到尾 非常爽 而且第一次看 我会觉得 我看实在没买上票 也没看上iMAX 我想再去看个 我想再去看个iMAX的 打得场面非常漂亮 这个我觉得挺难得的 不是爆炸 这不是爆炸 再比起来 某些一大场面 就是以爆炸放花 为核心理念的这些片子 还是好莱坞票 我就不说了 真是这个片子的视觉 视觉太棒了 很美 我觉得电影的美非常重要 它很美 看那些英雄的组合剂 而且组合剂放非常漂亮 而且非常有创意 就是咱以前没见过 尤其是灭霸抓星球那样 我说这以后 估计都没法拍了 这星球都直接抓过来了 对 真的星球那样 我真没想到 他用了这个耿 以及去这么展现 这个太厉害 就看着我太 你太猛了 就你星球杂人 我跟你讲 就为此我已经买了 美队钢铁侠 东兵 还有 就反正 我游戏里边 蜘蛛侠游戏这套装 我已经全都买完了 落花了几千 没太多 之前就因为知道 一定会出 我就一直在攒钱 一直在游戏里边 攒的那个水晶 我现在已经买了 美队 东兵 钢铁侠和蜘蛛侠的 那一会你让我们玩玩 玩玩几千块钱 特别厉害 付出者联盟的故事 咱们2018年 先告一段落吧 咱们2019年再见 付出者联盟故事 就明年见了 你要像人 你要炒作这个概念 明年 明年 你先让人这样 就拱起来 把这个劲 你知道吗 预售 对 对 咱们预售吧 对 咱们可以录一期四 完了 咱们那个 就是收费 收费收听 就这2019年 我们可以开成免费 但如果你要现在想听 你可以交费来听 那这段我不掐了 我就放进去了 记住了赞塔出的主意 但是那个内容 我编不出来 因为我没看过 找张海报 就能编出一节 行 好 今天那就到此为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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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